大家好,欢迎收听《梦向快步》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和我家餐生,录的时候是2019年的9月10日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OK的,不妨share和like 如果未订阅的话,可以按下旁边的订阅锯 我们有视频会通知大家,以扩大我们中南模式的声音 以对抗现在这个分乱,简直是有点瘋的世代 我们谈谈另一件瘋的事情 刚刚看完,就是昨天的新闻 不过三、四个小时前,在RTHK的网站也展示出 就是这个美国国会 就通知这个黄之锋和何韵思17日 去这个美国国会听证会 讲讲香港的问题 又说警察濫捕那些东西 又继续将香港给成他们打贸易战的棋子 听到,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现在就不停地把香港变成冷战的棋子 其实也不算冷战的,被人搞这些东西 随时就玩火烧身,烧鬼死整个香港 香港变成了战场,我都没什么好说的 那社长怎么样呢? 很奇怪的,现在世界自由有个指数 香港从来都是排头三位的 自由的指数 香港人就要美国给多些自由香港 现在的那群蝗蟲 又是重新说一次 就是黄尸,黄尸,黄尸,黄尸 分子 那 美国的自由度从来都是非常低的 Human freedom index 就是排第17 那 排第3的人 叫排第17的人去解救自己 真是很搞笑 真是 有些人就说,非常搞笑的,有些白痴,就回答这个,We Americans hear you,这个就是川普先生说的,美国人听到你说话,疯狂的,美国讲民主自由,民主可能真的程度可能是好过香港少少的,如果以西方的标准来说,但是自由的程度,香港从来都是, 就算以西方国家标准,香港都是给美国自由的,无论是经济上的自由度,做生意的自由度,还是一般人的自由度,现在竟然是香港人,走去,叫美国去帮他,笑死人了,真是,这个真是可恃到极了,尤其是这个何韵詩,和这个黄丝峰,两个都是疯狂的,一个是加拿大人, 再说一说,加拿大在那个Human Freedom Index的排名是排第几,加拿大是排第五的,叫美国帮忙,杀岸的 他们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己的所谓理想等等,他们是一个偏激的人,不要忘记这两个人都是 他们是神经的,八边的 记住黄之峰一句说话,我们是以政治为事业,还有第二句就是,政府会用我们这些人吗? 政府不用他们的人是对的,如果政府用他们的人,香港就马上摔街,现在政府不用他们都摔街了 政府用他们就整个政府,立刻第二天就摔倒了,是不是? 现在香港还顶得信,因为香港跟机口,你们这帮蝗虫到处放火,到处搞乱香港,香港人都顶得信 你们还顶得叫那些十多岁的年轻人去做童兵,加入你们的所谓的抗争 当我看到那几岁大的孩子弄着个猪嘴的爸爸和他拍摄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有多反智 这个社会,我没见过这样 我看到这些照片,我个人,有他的头就会发发声,血压就会飙升几级的,应该是 自己没有量住血压,但是,其实看到我是很生气的,因为,有什么必要啊? 香港的小朋友,你说他上学,读书可能是很辛苦,整天都要去那些补习班 但是很多时候,那些补习班是,说真的,家长逼他那些小孩去的 如果你不逼那些小孩的话,他可以很自由的啊 但是当然啦,他们就会输在起跑线啊,以香港人的角度来说就是 那你没有办法的啊,这些东西就是 你不可以带他去这些暴动啊,当是公民教育啊,或者当是课外活动啊 现在香港那帮,就是有帮傻X的家长就是这样啊,当这些政治运动是,呃,怎么说啊 有效的课外活动,是的,他们认为这些是公民教育一部分的东西,神经病 其实,香港这个社会呢,是非常自由的,就是国际供应的 就是这个Human Freedom Index,排第一就是新西兰啊,排第二就是瑞士,排第三就是香港了 就是,香港是国际认可是自由度高的地方来的 为什么还要搞到香港这么乱呢,其实我都认为,香港会给新西兰自由啊 因为那些暴徒做的那些东西呢,如果同样在新西兰做呢,警察就 就是怎么说啊,那些防部队就鎮壓了了 还有什么风路那些,风路那些,新西兰很简单的而已 派五六个开电单车的交通景,就乱棍地吐,那个交通景是不会随头归的 也都不会有号码可以给你自由投诉 如果你一冲出马路,他就是这样了,拿警棍狂吐你,然后扯到路边 是这样的而已,因为你这些是troublemaker嘛 整个社会大家都有共识的嘛 其实香港现在的社会都有共识,你们这帮扑街是troublemaker 特别是製造麻烦的,但是很无奈 就是有一帮泛民议员,也都是非常反智的 就是支持这些暴动行为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他们的利益 他们这一次,你留意一下梁家杰的议会暴力 什么叫议会暴力呢?就是说你份工有危险 你们是议员来的嘛,你们说建制不听你们说的嘛 他说什么呢? 言之无物的,别人不听你说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们经常说,就是争取双普选,五大诉求 现在就说了几样,但是言之无物的,五大诉求 现在有一样给了你了 好了,接着有两样是破坏法治的 香港作为一个商负,有没有可能政府带头破坏法治? 香港特首有没有可能答应你破坏法治? 没可能的嘛,许又生回来,刚刚煮完饭 还有一样,他们一加一样叫解散警队 那时候才恐怖 解散警队?那谁在社区维持治安? 其实现在已经多了抢劫的那些罪行了 我的了解就是,我从警察,社区警察的朋友 不单是抢劫,有些谋杀 有些谋杀案突然发生了,不知一进到家被人打死了 有些人杀了是有的 不过那些人就说,这些是离奇死亡的,可能就是在地铁那天死亡的人 以前,现在根本上就是搞到香港警察反黑的力度低了很多 因为连反黑组都要去招呼这些暴徒,即是蝗蟲 这是非常可惡的一件事 香港搞到今天这样,泛民的议员难辞其咎 建制派的议员,最主要就是民建联那些 在这件事上完全没力,什么都做不到 我觉得他不肯做,连小小他都不做 比如说联络那些街坊做一个反宣传,他都不做 虽然是很难,但是就是不做 联络街坊反宣传可能都不够 我想可能要奖励云去到这个暴动的现场 就直接站在那些大猪嘴,盾牌阵那些,那里前面 这样叫他们撤退,哇,这样就很厉害了 鼓动到整个建制派的军心 市民,我想如果他们驱选,大幅胜利 大幅胜利,真是没可能的事 现在这样,他们非常恶务 建制派的不作为,我觉得是深酸的 看到这样,除了叶太,我们经常都说 除了叶太,叶太又做了一件不错的事 他又去了跟这个美国总领事回顾 昨天下午的事 就去了跟那个驻港总领事说 就是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问题 新闻党就支持这个修订逃犯条例 这个连民建联都不敢说的 因为该条例有助打击跨境罪行 这个我们经常说,特别是涉及中国内地澳门和台湾的跨境罪行 其实早于这个1998年的12月9日 时任民主党立法会员李柱銘已经在立法会 动议议案 敦促特区政府早日和北京当局商讨有关 现在的逃犯及刑事司法互助的安排 以处理跨境罪行 而时任政务司司长陈芳安生女士 也敦促保安局尽快 与北京当局达成安排 那时在保安局拿庄的就是叶太 叶太,叶太其实他真的为香港做了很多东西 这应该叫做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如果他现在都说不如切啦,不如暂缓啦 那他就打到作日的我了 这个呢,将他钉在这个历史的耻辱柱上面 如果你认为那件事是对的 是经过时间的洗礼的 那你到今时今日都是继续贊成的 那值得欣赏哦 摘线固执,叶太这件事其实是值得欣赏的 就是我认为 和他说了一件事是很好的就是 回归之后香港的民主和人权状况一直良好 而行政长官已在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修订条例草案 因此新闻党认为 美国国会没有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2019的理由 我是完全同意叶太说的 还有现在你看到那些暴徒做的事 那些蝗蟲做的事 其实他们就是在破坏香港的治安 而且是非常有自由的 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他们暴动是没人理会的 基本上 还有一件事就是警察是对他们非常温柔 现在已经搞了三个月了 基本上断断续续这些暴动行为是三个月都有 以及影响了一本市民的生活 但是警察都没有开枪杀过一个人 你说是不是一个奇迹 这个人权状况是不是比美国好 如果同一件事在美国发生 死的就不是一个人 不是两个人 不是三个人 是最少有四五百人 会被警察弄死的 我觉得整死未必会立即像当日的LA大暴动 立即戒严三天 然后完全静了 或者好像几年前伦敦也有大暴动 那些新移民大暴动 法国也有三招不是两招 立即大戒严 戒严之后押了下来 大手捕 不会搞到现在这样的 政府应该是很善良的 真的很善良 除非没有那些暴徒 穿着枯杰在周围扔东西放火 如果跟雨傘对比的话 这次程度严重很多 上次雨傘也没有说要扔砖 也没有说要放到汽油弹 放火 打烂地铁站 这个就是 佔领机场 任何一件事只要发生在西方社会 立即紧急发令 不用说了 防暴队紧急发令大手捕 这些事是立即收笔 绝对同意嘉赞生说 还有一点 我也想提一提 就是 其实他们做的事 是以这个鱼弹暴动为私 这班人基本上 其实这次延续的不是占中 那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运动 他们搞的是延续 现在香港这些蝗蟲搞的 是延续梁天琦讲的事情 就是梁天琦黄台阳搞的鱼弹暴动 主要鼓吹的事情 什么时代革命 之前那句我都不记得了 光复香港 香港现在被他搞到呼烟瘴气 尤为征也有一点精神上的帮忙 刚刚的代人洗礼 砖头与火带来希望 砖头与火带来希望 如果你是开一间製砖厂 是的 如果大家有看中国大陆有一出剧集 叫做大江大河 那他真的是砖头与火带来希望 因为他是承包了一个砖窑去烧砖 烧了那些砖就拿去买 是赚到很多钱的 真的是砖头和火带来希望 我看到我家附近有一家砖头与火带来希望 他就是拿砖的那些窑在那里烧一些披萨 哈哈哈哈 你说 其实有什么大 你承砖和乱放火怎么会带来希望 根本就是破坏整个社会的秩序 是不是 你做经济活动就是带来希望 其实有时候我看到我是很不开心 不过没办法 有时候看到这样的情况 都不知道怎么说好 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好像完全听不到我们说的一样 他觉得真的扔砖真是有效的 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看到那些年轻人拿着标语写着五大诉求决不可 光奉香港时代革命 我真的很担心 你听起来什么 你有没有想起自己将来是怎样的 是不是 五大诉求决不可 他们是这样想的 如果这次输了我们就没有了 他们就不停地有些人做假文宣 我们这次输了什么都没有 你多少岁啊 输了什么都没有 我们输了世界末日的了 不要看自己这么高 好心 怎么会输了这个世界 老实说 毁灭过多少次 有多少恶家毁灭 因为一年年中 人仍然存在 人存在就会继续下去的了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严厉害的 我听到这些说法 这些假文宣 有些人 这次最坏就是有些所谓文青 好像邝俊宇那些 我们很勇武地温柔 就是我拼你的砖头 在砖头扔人的时候 看我扔得多温柔 那些坏东西 要么就在这儿玩 不行我现在的心有点不舒服 刚才说完 什么勇武的温柔 哪有这些东西的 暴动就暴动 你老板 有可能暴动都温柔 就是等于拿着刀叉吃人 你经常说拿着刀叉吃人 是同一个道理 我很温柔地放火 火不热的 看看我 纷纷灿烂的打碎玻璃 行不行 香港打到这样 跳亮的卫生巾 贴在地铁站 是同一种手法来的 加个文字 但是不错就是不错的 即是他们在那儿放火 又说香港最美丽的火光 就是这些 对 做完这些东西 很洗脑的 不过有时候这些位置 就是为什么那些人这么喜欢去煲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去煲纳 现在是犯法的 香港煲纳 你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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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如果警察抓他 他就会跟警察说 有没有搞错 那些暴民 放火都行 我就这样煲一个月饼灌的 纳都不给 有没有搞错 放心 下个星期五中秋香港一定有一次大煲纳 那些人又再煲多一次纳 看看去哪里煲的 我想有很多地方 有一步 其实我看到香港这样 其实我很想哭 真的 其实 为什么会这么没有常识 这么没有良知的一班人 还有泛民那班人说的 以前我都觉得他是相对合理 他说要争取香港民主 挺可惡才行 他在争取民主 只是一个房子 其实他在争取选票 这次时间也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了 很不开心 有声一会 拜拜